大家早安 歡迎收看今天1月13號的 大人哥早點名 忍者無敵 我們是每天早上 只要有開盤的早上 會在2月的時候 跟大家做線上的直播 所以現在時間是8點整 我現在目前也在中視攝影棚 原本我自己在 我自己的YouTube頻道 跟我們自己的粉絲們 做相關的互動的時候 我還會開聊天室跟大家聊天 最近的行情 真的比較偏震盪一些些 所以你要好好運用的 現在目前震盪的行情的過程之中 運用接下來第二季 第一季 第二季依然樂觀的 所謂的利空測試 利空不跌的過程之中 好好的檢視你 現在目前手上面的持股 然後好好把握這一波 我常常跟大家說 現在目前真的是紅包行情 真的是搶錢行情 或許你這邊不敢買 我們可以跟大家聊一聊說 接下來的行情 你該如何去做規劃 然後如何去做因應 然後如何去做一個 太弱換牆 持股這個部分 來 我們先看一下今天我們要跟大家分享的內容 或者是說我們這一二月的早點名 要跟大家分享的內容 分別是有一些重要的經濟數據 然後有一些重要的一些全球股市脈動 我們會跟你點名說 哪一些強弱勢的族群跟個股 跟台股的產業趨勢分析 另外我們會有不定時的好康分享 我是陳崑仁分析師 我目前服務在摩爾頭顧 然後我自己的個人操作的方式的話 是比較偏向於叫做是 不會去拆底摩頭 我會是用順勢操作 然後我會去帶著我們的團隊 去把最好賺的內賺把它賺出來 所以你會發現說我們在節目裡面 我不會跟你講我們天天漲停板 因為那個我覺得太浮誇 但是我會告訴你說 哪一些個股 哪一些產業 你可以留意他們的一些 拉回首位買點 或是一些 好像利空測試出來 反正不跌 這種相關底部的訊號 是我愛買的這樣一個操作的部分 這還滿符合 今年的操作的一個節奏的地方 也因為我覺得因為最近連同今天 因為今天是禮拜五 連同今天跟下個星期一跟星期二 有三天的封關前的行情 我自己在看現在目前的封關行情的話 是一個樂觀看待的 但是對於買盤來說的話 難免會稍微相對比較保守一點點 所以在這三天的節目裡面的話 我會跟大家講一些重要的觀念 然後也會跟大家分享一些 就是我自己的一些持股的看法 特別特別回饋大家 你可以先把我的 來第一件事情先把我的Line 先把它夾起來 然後跟我打一聲招呼 然後讓我知道你已經在我的Line這邊 這個是QR Code在下面這邊 你可以掃一下 然後第二件事情的話 是請你輸入CTV 因為我們現在目前在中視做直播 你輸入CTV 我就知道你是從中視來的我們的粉絲們 第三件事情的話 我可以幫你做一檔個股的持股的見證 這樣持股見證的話 我們會在下個星期一跟下個星期二的 電視節目裡面 來跟大家做相關的互動 如果真的時間不太夠的話 我們用Line直接恢復你 但是請你答應我一件事情 你不要挑那個冷門股票 一天只有20張 50張 100張那種股票 那種股票不好意思 我沒有辦法幫你去做解析 我講很老實 很坦白 因為那種股票沒有流動性 沒有流動性的股票是現在目前最大的問題 有一些個股 我覺得好的個股 我會跟你做一下 說這邊不一定要去做沙滴 然後有一些個股的話 其實有時候後續的行情 不是那麼好的話 我會跟你說景氣比較偏保守一點點 所以先看我們這個持股見證 回饋給大家這個活動 先講在前面 你可以先把我的Line 先把它加起來 然後打招呼 然後輸入關鍵字CTV之後 輸入你要詢問的一檔股票 拜託 拜託 因為我相信我等一下 應該會有蠻多蠻多的 那個就是粉絲們在跟我們做Line 互動的地方 接下來趕快跟大家說明一下 我們的YouTube頻道上面 有更多的資訊跟大家做分享 比方說期貨反指標 或者像是帶你看 期貨的簽點的行情怎麼樣去抓 行情台股的部分的話 如何用台子期貨去做避嫌 甚至教你用一些什麼投奔筆 甚至教你說 YouTube頻道上面有更多更多的資訊 跟大家做分享 我這邊沒有太多的時間 但是你可以在我的YouTube頻道上面 看到更多的內容的部分 我也常常說 在我的節目裡面 我不會跟你講一般的新聞的看法 因為一般的新聞看法 人云亦云的看法太多太多了 但是我會告訴你的觀念 是一些比較屬於法人心態 法人思維 或者是說現階段的一些資金 正在找尋的方向 比方說我們在昨天的節目裡面 我就跟大家說過了 因為有些節目裡面會告訴你說 那個什麼隔日聰券商在那邊亂股價 但是我會告訴你 我不這麼認為 我自己心目中的隔日聰券商叫做是 或許你這樣講好了 就是要叫做是必要之二 或者是說沒有他們台股就不行 因為他們是帶來所謂的市場上面的流動性 因為他們是帶來現在目前市場上面一些個股的 我覺得有機會去找到他們的賣動 找到他們這種所謂的點火的這樣子一個訊息 所以比方說這是昨天的節目 我跟大家說你看 有一檔個股原本是沒有量的 自美而快 五三二一 昨天的行情的話 你會發現說其實昨天的大盤的盤面 如我們所說的 就是就在政策的受惠股之間去做一個輪動 原本是從昨天 昨天是輪動到電商 因為有紅包行情 然後前天輪動到電商 然後昨天的話又輪動到餐飲的股票 那餐飲的股票或電商的股票的話 他們都是受惠到接下來解封 或像是六千塊的還稅 或像是接下來 即使是在電子在整理之中 那內資依然在去做這些相關個股的主導 所以昨天我跟大家說了 你看這個是五三二一的美而快 那昨天是 前天是80.3元 那昨天的話你看它繼續往上漲 所以你可以看我們節目 可以得到一些法人的看法 然後可以看我們節目的話 可以就是有一些法人的思維 然後我可以帶著你去做 趨極必凶 因為現階段行情是對的 只是看選股方面上面的話 要去做如何去做應對 所以這個觀念的話 我也會在我的YouTube頻道 會在年關的時候分享給大家 就是揭開隔日聰的神秘的面紗的 這個YouTube影片分享給大家 那趕快來看一下 今天收盤的美股的四大指數 和現在目前的一些重要數據 因為昨天晚上 我先給你看這個數字 你看這個 這是昨天的台子期貨的盤後盤 就是夜盤 怎麼突然在晚上9點的時候 啪的一下大幅的震盪 然後尾盤拉高 然後中場收在206點 你會看到昨天的 今天清晨收盤的台積電 TFM的ADR 今天是上漲了6.38% 到了87塊 主要的原因有兩個 第一個原因的話 是因為昨天的台積電 它下午早開法說會 我昨天就說了 昨天上午的盤就很悶 因為昨天上午盤的話 就是你看黑手控盤 控在14700點 它是你看那最低點 14700.73 那個147那個精準的控盤 我只能說他們太厲害了 不曉得他們用電腦 還是用什麼方式去控到它的 但他就跟你講說 我就是要陪你過年 我就是要持續在這盤面上面 去做調控 該漲不會漲 該點就不會跌 然後你就發現說 其實昨天的大盤 就是一個悶在一個上下區間 大概100多點的行情裡面 中場下跌了19點 然後成交量又說到 說到只有1500億 然後昨天的下午的法說會 台積電它講了什麼 它其實昨天的法說會 並沒有 我這樣講 你今天新聞會告訴你說 什麼樂觀看待 什麼下半年景氣 可是它其實 它講了很多 都是比較偏保守的 因為它講了幾件事情 它說 其實上半年是衰退的 然後要到了下半年 才有去做復甦 結果今天兩大報就說 那個工商就說 今天的台積電的法說會 它沒有勢力空 他說上半年衰退 下半年回升 下修了資本支出 考慮去歐洲設廠 那經濟的頭版他也說 為之家看營運 是上半年衰退 下半年復甦 所以其實 我也常常跟大家說過一句話 就是你看 景氣是不好的對不對 可是你看 股價有沒有已經開始去回升了 有啊 IC設計是回穩了 然後台積電不跌了 台積電他昨天怎麼說 他說上半年不好 可是為什麼 現在股價已經是 漸漸在這邊做打底回穩了 然後到了下半年 你如果看到明年下半年 台積電好了 IC設計好了 半導體好了 不好意思 台股已經漲得高高的了 這就是現在跟大家說的 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你真的不要因為 市場上面的新聞 市場上面的訊息 而有一些 就是太過悲觀或太過恐慌的 這樣一個看法 那昨天的美股 應該說今天清晨的美股上漲的 另外一個原因是因為 美國公佈它的CPI 那CPI它公佈出來的數字還不錯 因為它公佈出來的數字的話是 比去年同期就是 YOY增加了6.5% 那這是符合市場上面預期的 因為已經開始去做趨緩了 甚至像是月減的話 也有下降了0.1% 這是2020年新冠爆發以來的首件 那CPI的核心CPI的部分的話 也有比較屬於下降的這個過程 那甚至呢 你也看到我跟大家說過了 就是你現在這個時間點 你觀察FED 你觀察市場資金 你更應該去做觀察 有一位華爾街傳聲筒 這個是華爾街日報的記者 他叫Nick 那他昨天也講了 因為這個經濟數據的關係 所以2月份的FED升息一馬 幾乎算是已經是確立的 他超準的 你知道嗎 他真的有領先的訊息 你知道嗎 我不好意思說他的內線 但是他就真的能夠精準的抓到 FED在做什麼事情 所以這件事情的話 就讓美股昨天的9點半 公佈數據的時候 一度有大幅的震盪 然後我們台紙期的話 也大幅的震盪 然後中場的話 四大指數的話是全面收吼 看一下這個 來 四大指數的話是全面收吼 你看這個紅通通的一片 還不錯 那在封關前的這個禮拜的話 請你看到 費半指數大漲了10.77% 當然還是我們的神山 因為台積電大漲了6%多 所以也帶動了整個費半 是一個比較屬於靜陽的狀況 然後呢 S&P500指數上漲0.34% 那S&P500指數的話 上漲0.64% 那道琼的話也上漲了0.64% 然後呢 台紙盤後盤的話 是上漲了206點 所以還滿不錯的 那外資的話 昨天沒有買賣超 注意這邊比較偏向於觀望一點點 那也就如我們跟大家提醒到的 你看喔 這邊就是美股 美股美股跟台股的 主要的幾個數據的部分 那你看我這個其實放好幾天了 但我有更新這個啦 到昨天為止 今天清晨為止的話 是NASA是連五紅 那連五紅 它其實是反映了這幾天的 一個經濟數據 之前的樂觀的期待 所以它在這邊也守住了它的前波的底部 那也因為守住了前波的底部的關係 所以我們自己的台股的部分 也能夠持續回穩在這個月線的這個部分 那到昨天為止的話是 台積電是收在486 那也因為上漲了6%多 所以你今天開高 你直接看台積電表現 台積電它今天應該就會整個 就是控住今天的大盤 那今天的台積電怎麼漲 台積電大盤就怎麼漲 因為它漲一塊 就影響8點 所以如果58 40 漲個30幾塊 那30幾塊的話 台積就可以漲180點 你就會看到今天台積漲開高 開個100多點 快200點這個行情 這就是現在今天的行情的部分 當然我還是跟大家點名說 今天有哪些重點的部分 所以我們在節目的進廣告之前 先跟大家預告跟提醒 就是請你先把這個好康分享 因為我們這邊跟大家做直播 兩個禮拜了 我會陪大家封關 我會陪大家開紅幕 所以你可以先把我的LINE 先把它加進來 然後你可以輸入來關鍵字 來看我們看一下這個字卡 來輸入CTV就是我們的中視 然後你輸入你想要問的股票 不要是冷門股 拜託 流動性低的股票 我不要去影響股價 但是一檔個股 我們這邊回饋給大家 我會在下個星期的一跟二的節目 然後來跟大家做分享 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待會回來 好 歡迎回來到忍者無敵 戴恩哥早點名的節目現場 我們剛剛上半段的時候跟大家提醒說 最近的行情的走向 當然最近這三天是我們的封關倒數的三天 難免就是觀望的氣氛會比較濃厚一點 但是今天應該會有台積電就是護國深山 因為他昨天的法說會之後 ADR飆漲了6%多 所以今天的早上一開盤的時候 你會先看到台積電帶著指數往上供 100多點 200點 我都覺得符合預期 繼續看下去 我們早點名的部分的話 我剛剛上半段也跟大家說到了 因為非常非常有機會 滿開心跟中視有機會合作 所以我們在這一次幫大家特別推出 就是持股見整的這個活動 所以你可以把我們的LINE加進來 然後問我一檔股票 我們下個禮拜一 二 如果有時間跟大家做恢復 如果沒有時間 我會直接用LINE的方式跟你做互動 不要問冷門股 因為冷門股真的沒有辦法 因為那個就是比較屬於那種 就是特定的資金去做操作的股票 如果你是比較問一些趨勢股票 或像是一些好壞股票的話 我們盡可能幫大家去做 就是提醒的這樣動作 好 繼續看下去 昨天法說會台積電飆6%多 但是我也跟你說了 好股票我會告訴你 不好的股票我也告訴你 昨天的大力光 同一天召開法說會 大力光 林恩平 昨天董事長執行長他講的 其實都很老實說 他該講的他都會講 他就說元月比12月差 然後2月又比元月差 然後他就說手機很不好 然後全球經濟動能很不好 然後目前看起來的廠商的庫存 的存貨是很嚴重 然後所有的幾乎的手機品牌廠 都非常樂觀 他沒有看到樂觀的廠商 他告訴你了 所以我也直接告訴你了 今天的相關的手機產業的話 他會有一波所謂的利空的測試 因為其實大力光他開法說會的時候 他通常都會講一些比較老實話 可是你會發現說 其實這幾天的行情真的不好 就是手機真的不好 我也跟大家說了 很重要的兩個觀點 也就是第一件事情是 中國在1月8號的時候 他正式的快速的秒速的解封了 所以接下來的部分的話 是當然大家都覺得說 不好了 可是如果他可以因為 這個快速解封秒速解封的過程 帶動了所謂的加速庫存的調整 加速去化庫存的這個過程的話 那很有機會 在帶來一波所謂的利空測試之後 然後展開一波叫做利空的遁化之後 帶來一波所謂的回升 甚至反彈的行情 你可以期待反彈 那就像是你看聯發科最近的股價 他也默默的從620塊 那個波段的低點 重新回來到昨天的高點 大概接近720塊左右了 不知不覺他也漲了100塊 他不知不覺他也漲了 就是一張聯發科 也來回10萬塊 所以如果你因為市場上面的悲觀 如果你因為所謂的景氣的悲觀 而喊在低點的話 那不好意思 你真的錯過了很多很多的 好的股票的跌升 帶來這樣的所謂的機會的部分 所以今天的手機 我覺得應該還是會有所謂的利空測試 可是你留意一下利空測試之後 帶來所謂的手穩的這個部分的地方 另外的話 我剛前面有說到了 政策收穫的股票的話 你看它輪動在昨天的餐飲的股票 我這幾天有跟大家說到說 你可以加我的YouTube頻道 因為我的YouTube頻道上面有 蛋糕哥玩股的系列 它上面有很多很多 我自己賺錢的工具跟大家做分享 所以你看我直接給你看這個影片 來 這是我的YouTube頻道 我這邊有跟你拍一個蛋糕哥玩股 然後吃吃喝喝玩股的這個影片的話 其實我有跟大家帶到一些股票 你看這是六角 然後比方說這是八方雲集 有一些股票的話 都在我們的YouTube跟大家做分享過 所以你會發現說 你看昨天 昨天前天 對 這幾天的八方雲集的股價 也在我們跟大家分享過 提醒過之後 也展開了一波的漲勢 為什麼我要特別把這兩個圖 再把它並排起來 其實我也講了很多天了 感謝大家的一個支持 就是我們的古魔力APP 就是你直接把古魔力APP 把它帶回去 下載在你的手機上面去 你就會看到說 只要任何一檔股票 你把它放到我們的 古魔力APP的選股裡面去的話 它就會給你精準的買點 買訊賣訊的訊號都會告訴你 所以這整個波段的話是40% 所以如果你有看到我們節目 如果你有把它加回去 如果你有把它帶回去的話 那恭喜你 你這個波段40% 你就可以賺得到的 但是如果你開起來的 只是一般的那種 三組的手機板 就是我直接講白了 元大也是 富邦也是 趙鋒也是 統一也是 通通都是 都是三組的公版的 公版的核心 然後他們去換各自的券商的皮 所以你一定看不到任何的 所謂的買賣的訊號 因為法規不准不准給 當然你可以透過拉回到季線附近 拉回到季線附近 去留意它的這種所謂的 拉回所謂的點位 可是它終究不能給你 所謂的買賣的這個價位 那就像是我也說過了 你看這個把它放橫的手機的話 你也可以看到很漂亮 很漂亮的畫面的 手機板的APP的 八方雲級的股價的表現是 波段是上漲了40% 我在我的大安哥玩股的頻道 是在去年的9月 10月分享給大家的 所以整個波段的話就是40%的漲幅 所以你可以把我的YouTube頻道 把它訂閱回去 然後這是美食KY 也在這幾天的行情裡面 它創下了波段的新高 從100塊到154塊 直接取整數 我不要抓50% 我只要抓40%就好 也都是看過影片 然後掌握到趨勢方向 現在目前的一個資金 內支在做什麼 內支在避開外資的買賣超的股票 在認養它的新一個季度的股票 我也跟大家說過了 所以現階段的一些相關的個股的話 他們正在做的事情就是 好好的趁著資金 趁著所謂的政策引導的方向 去找到現在目前第一季 有機會的股票的族群 比方說我剛剛前面說到了 政策在做什麼 政策在做節能 綠能 然後政策在做什麼 政策在還稅 所以電商 或像是一些餐飲 觀光 旅遊 這些會受到解封復甦 然後政策在做什麼 中國那邊在做什麼 他們在做解封 所以短線上面的手機 你反而可以留意所謂的 利空出境帶來的 所謂的這樣一個低點的地方 所以這都是我們節目裡面 去跟大家做相關的分享的 所以每天每天的早點名 我們在有開盤的時間 沒有開盤讓我休息一下下 有開盤的時間的話 會在早上8點 1月跟2月的時候 跟大家做線上的互動 那個LINE可以把它加起來 我們幫你做持股見證 一人問一檔 不可以問太多 來繼續講下去 金控股 我覺得你可以留意一下 今年的金控股 去年如果你是存股族的話 不好意思你應該是去年的 整個存股是一個很坎坷很辛苦的 莫名其妙 就算是這麼好 這麼棒的 什麼什麼趙鋒金 富邦金 國泰金 它也可以跌掉20%給你看 你賺的股其實賠得差價 但是昨天的金管會 金管會的主委 黃田木新春記者會的時候 他講說看台股是展現韌性 穩健向前行 然後進控令什麼時候會退場 他會說在合適的時機 去做一個合適的調整 但是他也跟大家說了 因為要給大家兔年的紅盤的信心 所以我們的進控令會陪著大家過年 所以你可以樂觀期待 現在目前的護盤這個動作 是依然持續中的 我再次重申 我不管你喜不喜歡他 他就在裡面了 所以你該做的事情不是在那邊罵 說怎麼那邊一直在護盤 在用浪費浪費人的錢 你應該做的事情就是順著他毛摸 他在做什麼 他不給大漲 但是不給大跌 你就好好趁著輪動的時間點 去找到合適的持股 去做一個就是 類資金輪動的這樣的方向 我說過了解封 餐飲 這些股票的話你都可以留意 我剛剛前面說到一半的 就是在金控的這一塊 金控在爭取配息 金控有一些金控公司 他們去跟金管會說 我們可不可以用資本公計 我們可不可以用法定義公計 來發放現金鼓勵還給我們的股東 金管會說我們在做研議中 所以如果可以做到這件事情的話 我相信今年應該有穩定的配息的金融股 你可以去做期待 當然股價表現上面 可能就不會那麼樣的樂觀 所以跟大家講一些很重要的觀念 都是你在其他地方看不到的 一個觀念的地方 我繼續講一下 最近真的用利空測試 利空測底 然後帶來所謂的利空不跌的行情 就像你看到前幾天的IC設計 就像你看到前幾天的PA雙熊 我再次說這個PA雙熊 我沒有打錯字 他們真的是熊 狗熊的熊 你看它那個營收糟的不行 那個穩帽年減50% 然後全新年減30% 結果它的股價竟然是 咚咚咚往上漲上去 為什麼 景氣已經在這邊去做一個測試過了 它就算是明年的下半年 才能夠調整完畢它的庫存 可是股價已經領先去做回穩了 因為你真的不能等到景氣 往上漲上去之後 才去做最高股價的動作 因為法人已經在逢低撈底了 法人已經在做第一季的認養股了 法人已經不管什麼農曆年的事情 他們已經在這邊做低檔默默布局了 所以我也說 這就是我們的古墓利的APP 你如果打開你的手機三足公版 任何一家券商的都沒有這個訊號 可是就我們的APP裡面的話 就有這個訊號 你可以把我的LINE加起來 或者說你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所以我還是這樣講 就是因為最近快要封關了 快封關之前的話 還是給大家一些 就是好康回饋優惠 就是像我剛剛前面說到了 就是持股見證 我們幫大家做一檔個股的持股見證 然後另外的古墓利APP 就是限時的體驗 因為快要封關了 所以你現在加進來 我當然不好意思這邊 就直接開始收你錢 所以我怎麼樣都會幫你 從那個二月開始 就是新春紅盤後 開始才開始去做這個會期間 就是使用期限的這個限制 我先幫你開權限 然後你先把它玩一玩用一用 然後抓一下股票的買賣操作的部分 那你就可以把整個新春紅盤期間 然後過年期間 如果你沒有在牌桌上面 你如果沒有搭吃特吃的話 可以看一下你現在目前持股的狀況 所以你可以用LINE的方式 用來電方式去做洽巡 那二月一起幫大家去做起算 然後新春紅包的時候 再把這個行情把它賺起來 好 最後還要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這是投本筆 你好好留意的這些相關的投本筆 就是在最近的投信法人 正在認養的新的股票 不要看買賣超的張數 請你看買賣超的張數 去除以它的股本 因為透過除以股本的這個動作 你可以找到更清楚的投信 正在影響一檔股價的 這種表現的地方 所以投本筆的排行 你務必要看 而且你要看的比所謂的 買賣超的這個張數 絕對張數來得更多的多 所以現在目前的一個狀況就是 同胞行核心持股加上加碼彈性 這是我們現在目前操作的策略 那我也說了 就是你可以運用我們這次的 持股的見證能活動 然後把我們的賣加起來 然後輸出關鍵字CTV 然後詢問要問的股票 那以上分享給大家 我們下個星期一再見 拜拜 待會見 我們下個星期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